老师好 好 老师先把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我以前是在那个优美办公家记退休的 那退休以后呢 才开始进入这个艺术方面的 退休以前呢 就想说退休以后 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兴趣来玩 先找那个钻科 就科硬章的 因为科硬章呢 材料很省 而且空间又不受限制 我这科一半 吃个饭或者什么样 再回来还可以继续作业 那这个可以持 又可以认识很多的古德文字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先从钻科开始 钻科科的诗 科的时候 老师说 你有没有在写书法 因为我不是艺术本科的 那我说没有 他说这个书法不写的话 那个钻科的那个印章科 所以没有精神 所以又开始写书法 书法学了以后 后来搬到银哥 搬到银哥 银哥他是陶瓷的 刚开始我是跟一个简房斌老师 学陶雕 陶雕说石头都可以磕了 陶气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陶雕是已经烧制完成的陶瓷去掉 还是还没烧制 他有两种 一种是树烧的 一种是还没有 就土的这样子的 那我刚开始磕字 那都没有什么问题 线条那字那没有什么问题 那写了一个月以后 那个老师说 我们下个月我们开始要磕荷花 荷花我就没有国画基础 所以我就跟后面这位 石江洪老师写国画 他写了一阵子 他说你这个画的画没有景深 景深就这样子 比较近的比较大比较小 那又去学树苗跟水彩 所以这些就把它综合到 到整个的作品里面去 这样子 就是越学越多就对 越学越多 但是很多都有互相关联 多有互相关联 那就这样子进来的 那最近就是因为写的很杂 那我有一个 那个美学一个李文谦老师 那我也跟他写创意的 然后换了很多东西 他都连看都不看 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看不懂 然后我说老师 你是不是可以讲具体一点 他说你写个东西就深入 就深入近期去玩 那像这个书题呢 我是本来是到山珠湖 大西那个山珠湖 那边去拍那个福叶的荷花 就剩下一支 那一直都没有了 枯掉了 他那个那根呢 上面是一个水 所以变成一个折射的 对称的 好像镜子一样 那我们钻书呢 你看看 这好像是镜子这样放过来 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 像这个来讲 就是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 那用这个来 来做引导 那那个 那个荷叶的那个是 臭长 自己看起来就比较有装饰性 那我就用三比八 这个宽度三 比例 比例 把他拉长 看起来 因为我们早期那个出土的那个青铜器 战国的青铜器 像那个剑 剑上面的那个文字就是中山王 出土的很多那个文字 就是中山王的那种字体 那我就截起那边的 收集它那边的字体 极致 然后自己再调整一下自己的感觉 因为那中山王的那个字体是 下面是整个下垂下去的 对 渐渐这样 我觉得没有 我想象那种那个荷花 残合那种感觉 稍微改良了一下 就修饰就了 对对 又改良一下 那改良化那个字 极致大概用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然后我再把那个字再修整调整到我们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大概要两个月时间 这个这样子一幅字大概用三个月时间去完成 其实写是很快 就是一开始的模仿到最还是要做修正就对 对 要修正 那有些没有的字体你要去传书里面去找那个字 少一次你要把它拉长 比例要很匀秤这样子 用满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一路学习回头 如果再来这个钻科是不是就更得心应手 字体掌握就更强 因为钻科他那个只有方言而已 只有一颗银章 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就是你的字体 构图比较有限 构图 因为他那样表现这样一层画 他其实你看这个钻的空间不大 对 不大 你能够表现出来就是说你的字体要比别人强 所以那个我大概钻科大概学了二十五六年 那从甲骨文开始写 甲骨文然后又学经文 经文要写简薄 就是我们那个出土那个竹简 简薄以后写 同一了以后变成这个小传 小传然后凯书行书 这样子一系列下来 那我自己也自己做那个心经 而从甲骨文开始写 写到这一题的我也写好了 那个现在在准备一笔那个简薄的书体 就是各种书体写心经就对 写心经 我现在已经写了九篇的心经 九种字体的心经 九种字体的心经 然后想要用这种一系列出来 那个我们那个老师就 较不疼 以前您看都不看 你一下这个 一下那个 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系列 这样好 谢谢老师 谢谢